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又到国际新闻了 国际新闻有什么要说呢? 大新闻多了 会和大家看一下疫谣 因为美国现在都忍不住出声要告药厂 不是吧?现在才来? 一早就不说了 结束之后才来了 另外也会说说中国游客在日韩 两个地方都非常肉酸 遲早会不会被人禁止不准去的 好心啦 我常常说大家不要这么肉酸 大家只顾着中国排头你出去玩的时候 你不羞耻 你整个民族都被你这样弄得没面子 还有很多不同的新闻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先说什么呢? 先说中非之间的关系 因为就着人海招就发生了一个冲突 中非双方各吹各的吊 究竟谁对谁不对? 好了 《环球时报》日前公开影片 公开影片之后 又到菲律宾方面释出影片 究竟哪变真呢?哪变假呢? 我们先看《环球时报》 释出片段 可以形容一下 就说菲律宾当日派出了多部补给船 去人外交 中方派出橡皮艇等等前后夹击 强制驱离菲律宾军方的运载小艇 而中国海警人员一度上了菲律宾的补给船 冲气硬艇就战开调查工作了 在菲律宾小艇搜出避弹衣等等 好了 其实菲律宾方面 就说了 中国人员登上菲律宾的船阶的时候 拿着刀、矛、剑等 而菲律宾的海军人员赤手还击 这件事件是真还是假呢? 如果看单方面 就可能未必似 未必是真 但是根据菲律宾的影片 就看到了 即菲律宾的公开影片 看到当时的情景很混乱 有中国海警人员拿着斧头 等这些武器指向菲律宾军方 菲律宾官员说 超过八艘快艇上的中国海警人员 多次撞击 登上两艘菲律宾的海军冲气艇 以阻止菲律宾军人 向人外招手军转移食物和其他食物 包括枪支 在一众推撞再冲击之后 菲律宾的冲气艇就被中方人员扣押 更加用长刀、斧头、锤破坏他们 同时拿走了八支箱里的M4枪 导航设施和其他物资 打伤多名菲律宾海军人员 其中 右手的母子断了 这位断子的军人 就获军方颁售勲章了 好了 都很暖农了 这件事件 菲律宾外交部指责中方的行动 是非法和侵略性 菲律宾方面重建 中方的展开南海问题对卫协商 一直都打算凌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但是他说中国如果你口讲一套 实际做另一套 这个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但是如果根据菲律宾的画面 真是挺夸张的 他拿了工具 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又反驳了 就说菲律宾的说法是完全颠倒黑白 根本这些就是向中方的执法人员潑污水 根本中方的人员是合法合理 专业克制不可非议的 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条影片释出了之后 美国方面会不会借地义 动物件呢 就是在这里起来 启动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到时候找借口 踩过界 踩进去 现在拿了东西 究竟有没有还给别人呢 不知道 最糟糕是这些 你知道啦 一会儿菲律宾借地义 整死整水 不见了 不见了些东西 到时候麻烦你 在中国那里 接着 美军又说要拿回几支M4 接着 河武艦 船尖炮你 冲过去南海 怎么办呢 真的不行 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一个 很不值得的 是要保持克制 当然你说菲律宾那种态度 是否真是很可惡 你不给他一些颜色 他看 分分钟他越踩越过界 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层面上 都要明白到 有时候不是这样 就可以令到他立即收手 分分钟给别人 更加叫他大佬出来 到时候真是麻烦了 到时候 在中非之间 南海 更加出现了一个风云色变 所以现在南海局势 也是紧张起来的 好了 说完这些新闻之后 也和大家转看下一单新闻 就说未来周末是否有台风呢 因为天气好像不太好 又来的了 又热完几天又打风 不是吧 根据美国全球预警系统GFS的最新预测 星期六到星期日 在南海将会有热带气船形成 结构巨大 接着扔过大湾去到海口市再登陆 有内地的天气博主 分析天气博主研究 他说这个热带气船发展比较快 估计将会达到热带风暴的级别 但是那条路走得比较独特 可能在登陆完海南岛之后 或者再铲了过去广东城市 这么奇怪? 是不是真的? 但是不要紧 到时候再研究一下 会不会吹走河马呢? 这个可能要看看才知道 去到国际新闻也有河马粉 当然 另外也说了 墨家 日前我们报道过 很多人去朝拜 说到圣城墨家 但是由于极热 极热 真的极热 热到阿妈都不认得 这样的情况下 现在热死的人数突破900人 真可憐 恐怖 是的 你不要小看 这次也是一个新的警号 告诉大家 这个新的警号 是怎样呢? 因为高温效应 高温的情况 导致这么多人热死 这件事件可能 是比我们所望到 所估计到 最少强五倍地说的 真是麻烦了 所以这件事 也可以看到 全球天气 不是这么简单的 由于高温持续 除了墨家盛城之外 连印度 都出现了热死人 热死阿妈的儿子事件 麻烦了 超过4万人中暑 最少8万人热死 这么夸张 印度今天夏天 继续持续热浪 导致全国一百多人死 更加报告了 怀疑4万多宗中暑病例 今天夏天 现在大家都开始 跟高温搏斗 不只是我们 如果算在整个亚洲 是超过十几亿人 几十亿 不是十几亿 是几十亿人 这种 因为某程度上 人类导致气候变化 印度北部 简直出了五十度高温 有史以来 最强劲的热浪 好了 这么强劲的热浪 说到在印度 有小鸟 直接热到天空掉下来 哇 这么夸张 那怎么办呢 热到小鸟都掉下来 接着收到大量人类中暑的报告 所以印度方面 现在都开始立即关注 究竟怎么办 好了 更加他们首都 德里的医院 不断加病床 所以现在他们印度 成为一个热陷阱 所以大家真的 对于全球的气温 也要小心 好了 说完这些新闻之后 我们看看美国方面 美国搞哪科呢 他现在就说到 疫苗有问题 不是吧 真的事关重大 那究竟是怎样 美国也说 新冠疫苗 有时 辉瑞也被其中一个州匿名提告 阿斯利康需要全球落架 真是 看来是否一个人类大骗局 这样搞到 你那些外国疫苗怎么搞 搞哪科 现在玩到这样的 根据 位于美国纽约总部 疫苗製造商 辉瑞 被坎薩斯州地方政府提告 认为辉瑞的疫苗风险和有效性方面隐瞒 以及误导大众 是否可以告他呢 例如用过这些疫苗的人士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美国坎薩斯州 向托马斯郡地方法院提出起诉 指控辉瑞药厂在21年期间推出辉瑞疫苗 不久 隐瞎隐瞒了和孕婦有关的病发症 包括流产 心脏内部和周围发炎 即是生肌炎、包膜炎等这些问题 违反了肯薩斯州的消费者保护法 如果是的话 很严重 长达69页的壮子当中 肯薩斯州认为 辉瑞 在不应该在明知疫苗有严重不良事件有关的情况下 宣传疫苗安全 这么健抽 坎薩斯州州长共和党人奥巴奇发声明 说辉瑞公司在美国人需要真相的时候 他们针对疫苗多次发到误导性的声明 欺骗大众 更加说辉瑞透过虚假陈述 短短两年获取750亿的破纪录 营收 这很糟糕 真的不行 这个情况 更加说辉瑞透过虚假陈述 骗了几百万的坎薩斯人 真是要命 对这个指控辉瑞说 认为起诉是没有办法 有根据 他说我们所说的疫苗所有东西都是有根有据 更加 现在跟德国的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BioNTech 合作的疫苗 也不是有问题 所以他们觉得根本就是吹嘘 这些人 其实之前阿斯利康也有事 在英国 现在连美国都控告 所以也很糟糕 很头痕 怎么办 另外也说 中国游客在日本 南韩搞哪科 应该这么说 出事了 现在很出位 为什么这么出位 我们一起和大家看看 究竟发生什么事 看到了 你都害怕 第一单 就有 中国游客在韩国济州岛 叫个年轻随街拖屎 引起韩国人士严重不满 有没有搞错 一世人都没见过 那这样也行 不是吧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好了 先看看什么事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这位男童 在拉低褲子 在济州市的连栋 拍摄 从6月18日 晚上在网络上 炒得烘烘烘 根据网传的画面 看到了 这个男童公然 在行人路旁边 那个大树底 拉卡 真是拉得精彩 拉得舒服 拉得厉害 拉得厉害 接着 旁边怀疑 应该是男童的母亲 没有效果 没有反应 对 没有选择 这样也行 不是吧 这样也行 接着 被人跑出来了 更加 另外 发现到 有些中国旅行团的游客 无视行人 红灯公仔 就不停过马路 有网文 就放上网 就写着 哇 这么过分 你看看 有没有搞错 我一世人都没见过 他说他自己不懂中文 他想着和小孩子妈妈沟通 用英文 可不可以劝他 不要叫小孩子在街上拖屎 对方是不理的 哇 接着有人就说 神经的 真是离谱 有人就说 有韩国人就说 我们放狗 都会拿个袋子 撿狗屎 有没有搞错 你人事都不理 这件事件 都引起大家热意了 很多内地网民都说 不要搞这些事情好不好 很麻烦的 你这样搞法 真的 你这样搞法 是绝对 引起大家 下次没得去玩 经常都说 你玩玩玩 你的行为要搞好些 这些 你不要以为不理 以前香港也曾经因为这些风波 也说 哎呀 小孩子 我们不能说 因为他是小孩子而容许这样做 别人 那些地方 街上 会不会离谱了些 好了 你说这一宗不够激 做了一宗在日本 日本药装店爆发中国游客冲突 说广东话南湖里奔 爆粗上海大妈 哇 真是 死了 自己有打自己有 说广东话 有人说是不是香港人 未必是 未必是 但是 现在是广东 广东话大战上海大妈 上海话大妈 真是死了 在日本做 你想想那件事在日本 两群中国人 真是两群 就在日本的药装大打出手 所谓何事 在小红书热传的 就说在日本药装 看到有两批华人的面孔 就发生冲突 包括一对涉及说广东话的男女 和一群说上海话的中年妇女 有人说原来这群是香港人 上海人遇到香港人 然后打大架 是不是 没有透露的 真是不知道是不是 那么激动 有粗口 让大家听听 不要说一会我老屈 暖屈24 先播给大家听 先播给大家听 哇 真的听到吗 那个女儿 打你不要走开 打你不要走开 那当然了 很大声 那男的又说 是不是打 真是 本事同根身 相侦何太急 听起来真的挺像香港人 但是不排除也可能 是广东人 这些就是 其实 哪里都好 肉酸 大家都是那个族群 哎 你搞到这样 在人家的地头 多肉酸 是不是 好了 更加 听到有人说 什么 哪能异施 我不知道 其实又有小孩在 有什么东西 搞 不知道什么事 懷疑 可能 这个上海人 遇见了 香港人 即是那对夫妇的女儿 有人 有小红书的网民就说 其实你不要怪香港人 你想想如果 你个小孩被人遇见的时候 你身为父母 都大大 都扯火 但是 我觉得要看态度 如果你真的遇见到人 你跟别人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没有事 意义可烦 叔叔 你去看金鱼 那你可能有什么 但是不是的 你走过 还要说 谁遇见到 你女儿在我 我不想打开她 算给面子 那一定是聊交打的 所以其实真是刁死 刁假死 有人就说 中国人内控 那肚子不好就是这样 红起来 所以说给大家 出去吧 真的不要做些劣迹事 太坦硬当 你连日本韩国都没得玩的 人家劝你 那些小孩还要不理 几乎 你丢了整个族架 好了 除了说完这些新闻 再看看战争 刚才那些就是内控 现在更加以色列方面 好像局势再升温 因为黎巴嫩真主党 向以色列挑剔了 哇 烧到火头了 根据俄卫网的报导 貌似以色列发现 和加薩地带哈马斯作战的时候 陷入严重困难 困境 但是如果以色列方面 决定对黎巴嫩真主党 就发动战争 哇 分分钟更难搞 跟哈马斯不同 现在说到真主党是一个大军火库 大量火箭炮 逼击炮 反坦克 反弹导弹 甚至防空导弹 这样就会不会到时候又打大架呢 现在有俄罗斯媒体就觉得 真主党难搞 黎巴嫩恶 他不要想着这样去挑战 挑不挑战 可能也要做一个判断 但是我自己想法很严重 看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警告 以色列如果想着全面进攻 将会攻击以色列全境的 他们就 开你拖的了 开你拖的了 不是野小的 所以告诉大家 这件事都很严重 黎巴嫩那里说什么呢 真主党的领导人 他在电视中发表讲话 警告以色列 他说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 如果你发动大规模进攻 真主党将会采用没有节制 没有规则 没有上限的作战方式 无限交 无限带 究竟有多少工具拿出来 以色列能不能够抗衡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以色列不介意 不仅在 你一个杀一个 但是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说 将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五五头都走 另外也说一下 现在欧国杯 早前听到一些乱象 有人握刀 还有斧头 英国传媒报道 德国巴登 他们当地警方在斯图加特外围城镇 构查一个回教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旗下潜伏分子 无论是想着在欧国杯的期间 发动恐怖襲击 如果是 就真的 就是伤亡惨重 所以我说 这些都是很难搞的 你没有想着 叫做 很大活动 没事 其实不是的 很危险 尤其是巴勒奥运 另外来看看普京 普京去了河内 即是越南 就访问了 那会不会拉拢了越南呢 其实这个也有点问 要看看越南究竟 因为越南对上一次 见到和美国方面 都好像有些交流和合作 究竟现在越南又怎么看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 去完北韩之后 就去了越南访问 也是他自从17年以来 再次访问越南的 越南政府在河内主席府 为普京举人正式欢迎而识 他在越南国家主席 苏林培同底下 检阅越南军队 就聊天了 其实最主要都是聊天而已 拉拢不同的人 看看会不会有些什么 反而越南这些 可能是比较 叫做 摇摆 为什么用摇摆来形容呢 因为他们可能 只是看钱份上而已 你要给我的生意 我就跟你做生意 或者跟你朋友 没有的话 我就会找那个 这些也是比较理解的 窮的国家 就是这样 另外也要看看一宗新闻 在印度出现了一宗人间悲剧 有位十四岁少年 竟然向姑姑 他自己亲姑姑 就说求欢被拒绝 哇 他想着娶姑姑 那当然是姑姑 你吃懵了你 你这样的事也想得出 但是说 竟然这个少年 担心事迹敗路 就拿枕头 焗死姑姑 真是死了 好错 真是糟糕 真是糟糕 这样也行 真是 神经病 好了 他被拒绝死姑姑之后 他担心 就被人知道他被拒绝死人 他竟然向父亲 讹清 就说姑姑心脏病发过世 这样 但是 始终有时候 只包不住火 因为死者生前极力反抗 抓伤了这位少年的背部 成为了铁证 唉 真是 希望他能够知错能改 不要不能够一再再错 这些事件 人间悲剧来的 小孩不懂 想着一单掩一单 不停一单掩一单 掩着掩着掩着 就出现了这些大事 唉 所以你说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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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集时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